其實高二講這個都會有點卡卡 其實這個東西到高三再講就很快 因為高三你觀念更好 再講這個東西一下一下就過去 高二要等 因為你們現在程度比較不是那麼完整 來 現在請你把你的課本翻開 我們今天開始來講一點應用題好不好 請同學先翻到我看一下比較簡單的 112頁 翻到課本112頁 來 先翻到你的課本112頁 我現在要做課本的題目 我們現在終於要開始進入線性規劃的應用題 線性規劃的應用題我跟你講分成三個步驟 每一個細節我都會跟你講清楚 來 旁邊寫一個Key 要做線性規劃的應用題 你有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什麼 第一個步驟叫做劣勢 來 劣勢子喔 練那個聯力不等字喔 然後第二個步驟叫做什麼 第二個步驟叫做化讀 那第三個步驟是什麼 求極值 求最大值或最小值 我們的標準的三個步驟 你把這個Key寫在你課本空白的地方就可以了 來 劣勢 畫圖 求極值 求極值的方法兩個 一個叫頂點法 一個叫平行線法 看你要用哪一個考試沒有限定 你喜歡就好 來 彩雪你知道嗎 這三個步驟你猜哪一個最難 劣勢最難 我跟你講一開始就最難 畫圖很簡單 用頂點法或平行線法求極值也很簡單 最困難的是什麼 最困難的就是劣勢 我發現很多學生連式子都列不出來 這個是最困難的 我跟你講這一個步驟最難 這個步驟克服之後後面都很簡單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先從一個簡單的題目開始 來 112 頁 那個練習題 這個題目還算是蠻基本的 我們給他兩個讚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我帶你做 我們慢慢來 他說打桌球一個小時收費30塊錢 可以消耗熱量300卡路里 不錯 然後游泳一個小時要收50塊錢 每個小時可以消耗熱量450卡路里 某一個人喔 他每個禮拜最多只能抽出8個小時運動 那希望因為他零用錢只有300塊 所以總花費不能超過300塊 他要怎麼去分配這兩種運動的時速 才可以消耗最多的熱量 你聽懂嗎 真的是全部都游泳嗎 我們來想想看喔 來這個題目我們來列試喔 不過在列試之前來第一個步驟 然後我們先假設 假設什麼 他每個禮拜打桌球的時間 幾個小時 x個小時 來這個寫上去喔 x小時 段考如果考應用題啊 同學你這個要寫清楚喔 不然漏掉 不然他可能會扣分 一題如果10分 他這裡不寫清楚就要扣1、2分喔 假設每個禮拜桌球他花了x個小時 那游泳的話幾個小時 y一個小時 把x跟y把它定義清楚 來跟著我一起寫 桌球x個小時 游泳y個小時 來 同學那我們準備列試喔 台灣你告訴我x要什麼 x要大於等於0嘛 對不對 你時間會有負的嗎 不會吧 x是不是大於等於0 然後y也怎麼樣 大於等於0啊 對不對 時間啊 時間是不是都是正的 大於等於0嗎 啊0的話就是我 就不要做這個運動了 聽懂我意思嗎 來 那我們看一下他有什麼限制條件喔 他這個人很奇怪喔 他每個禮拜最多只能抽出8個小時的運動 代表x加y要怎麼樣 小於等於8 來 寫上去 x加上y 是不是要小於等於8 這是他其中一個限制條件喔 他一個禮拜只能花8個最多啦 只能花8個小時運動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時間加起來會小於8 然後他還有什麼限制 他說他的零用錢有限喔 一個禮拜只有多少錢 300塊 可是游泳一個小時要花 欸對不起 桌球一個小時要收多少錢 30塊喔 所以30x 這是桌球花的錢 加上游泳一個小時要收50塊 加上50倍的y 來要小於等於多少錢 300元 對吧 他每個禮拜他的零用錢只有300塊啊 你不能超過零用錢的那個quota 是不是這個意思 沒有 喔好 就這樣啦 全部都拿來運動 而且那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來 我們的目標 我們的目標 我們的目標函數值叫做k 來 請問他的目標是什麼 他希望消耗的熱量要最多嘛 來 桌球一個小時可以消耗多少卡路琳 300 所以300x 加上來游泳一個小時可以消耗450卡路琳 加上450倍的y 所以他要求這個東西的什麼值 的最大值嘛 求這個的messi嗎 欸你懂嗎 同學就這樣子 這個叫做劣勢 我跟講劣勢列出來這個題目就結束了 因為後面畫圖跟球機制都很簡單 好我們來我們先劣勢喔 欸 練完赤子 那接下來第二個步驟 我們準備畫圖 欸畫圖你會嗎 我們段考應該會考應用題喔 每一年都把它考 幾乎沒有不考 來 我們這個畫圖一起來畫吧 欸 我看一下喔 這樣 嗯 OK 欸 我覺得你可以畫圖啦 這個 2 4 6 8 我抓一下喔 然後這個 2 4 6 8 10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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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同學 我們來看一下 來第一條 s加y小等於8 我們先畫等於8 所以它s結局是8 y結局也是8 所以我們這條線很快就畫出來啊 通過80跟08對不對 OK而且它有等號喔 要畫實線對不對 來我們這個 這一條線就畫出來先 來跟著我一起畫 可以嗎 畫出來以後養成好習慣 在旁邊標出一下喔 這一條叫做 s加y等於多長 等於8 欸這樣可以嗎 畫直線而已 啊第二條 同學我問你喔 它的x結局是多長 欸 x結局是10喔 y結局是多長 6 x結局是10 那就要往這邊再過來一點 來 x結局是10 y結局是6 來我們把它連起來喔 來這邊這邊 這個是另外一條 來這個我把它連起來 OKOK 這樣可以齁 這一條叫做什麼 這一條叫做30x 加上50y 擋個dota 擋個300 欸這樣可以嗎 先把這兩條線畫出來 欸那要畫出來 同學下一個步驟你要做什麼你知道嗎 要找它的那個叫什麼 可行解的區域啊 同學你看 s大於長於0 y大於長於0 代表我們的圖形在第幾項線 第一項線 小於長於8 代表在這條直線的左邊 小於長於300 代表在這條直線的左邊 在第一項線 那同時在這兩條直線的左邊 我們的可行解區域是哪一塊 這一塊嘛 來我用藍色的粉筆幫你把它塗好塗滿 好這一塊 來我們把可行解區域把它抓出來 好就這一塊 好 考試你就用鉛筆喔 好用鉛筆 就是說畫斜線就可以 就這一塊 好這樣子 這樣 OK 同學你可行解區域就是這樣 欸然後我要請同學幫我做一件事情 做什麼事情 同學這兩條直線是不是剛好有一個焦點 欸這個焦點你幫我解出來好不好 欸解靈力啊 這一條跟這一條解靈力 這個焦點解出來是多少 欸幫我解 這兩條直線不是我的焦點嗎 你去解靈力 告訴我那個點的錯標是多少 我給你喔 我給你喔 解一下 欸紅尾有解出來 多少多少 五三 五三欸 好五三喔 OK這樣有沒有問題 同學這個是不是可以解出來 可以喔 來解出來之後 來 現在同學看我這邊 同學問你 這個題目你會想要什麼方法做 平行線法還是頂點法 我覺得頂點法比較好欸 為什麼 因為你看它四個頂點 這個點是不是00 來同學 那這個點是誰 這個點是80 然後這個點是誰 這個點是06 它的四個頂點是不是都可以找出來 而且它是個封閉的區域 所以採頂點法應該是個不錯的一個idea 來這個題目 我們用頂點法來處理喔 好這個應用體要寫清楚欸 來四個頂點 我們一個一個標上去 來第一個頂點是誰 00 這個00是怎樣 全部都不要運動 不要打桌球也不要游泳 這白癡怎麼可能 我們都要找最大值嘛 另外一個是什麼 另外一個點是80 桌球打八個小時 另外一個是桌球五個小時 游泳三個小時 那另外一個極端就是不要打桌球 我們全部都去游泳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誰的熱量是最高的 好不好 呃 誰消耗的熱量最高 我們的k是誰 來 k寫在這邊 k會等於300x 300x 再加上450y 來 好 欸我們一起來算可以嗎 這不會很難啊 這種應用體真的沒什麼 團學00的話 不要打桌球也不要游泳 這時候消耗的熱量是多少 零喔 這是零喔 對不對 好 那如果說 打桌球八個小時 那這樣子消耗的熱量是多少呢 兩千次嘛 八三二十次 兩千次 好 那如果打桌球五個小時 游泳三個小時 幫我呈一下 300x5是1500 對不對 然後450x3 多少 1350 所以加起來是2850 對不對 okok 所以這個算出來是2850 那如果全部都去游泳的話 是多少 450x6 93 27 2700 欸 團學問你 要消耗最多的熱量 到底是哪一個 當然是這一個啊 團學這一個是你的Maisy嗎 Maisy嗎 是不是出現在這裡 欸 所以團學問你 最後的結論要怎麼消 最後的結論就是 到底要怎麼樣才能消耗 最多的熱量 桌球要打幾個小時 五個小時 游泳要幾個小時 三個小時 不過有些同學 我跟你講你們學長的經驗是這樣 他考試喔 寫到這裡 然後他就不寫 結果最後被扣分 你知道為什麼扣分嗎 因為這題是應用題 你要把結論寫出來 所以最後你知道結論要寫什麼 桌球 對 桌球 對 桌球 然後 比如說你就寫五個小時 好 結論要寫清楚 這樣才不會被扣分 然後 游泳 這個有點煩 我知道 但是就是把它寫清楚 游泳要幾個小時 三個小時 好 然後消耗的總熱量 最多 好 是幾大卡 是 2850 大卡 簡單來講就是你最後那個結論 我還是要把它寫上去 這樣可以嗎 就這樣子 應用題很簡單 好不好 應用題最難的就是劣勢啊 我跟你講那個獅子你會劣 剩下的都很簡單啊 這樣好不好 最困難的就是劣勢了